好,繼續拍片 這次介紹的是 Rai 這隻很多人認為 在TB上不是太大作用的人物 有一個很奇怪的打法 非常之奇怪,我自己覺得奇怪 打到你的手機會輕輕的 如果你的手機是慢的話 打法會比較特別 可能有些人也意想不到 我配搭就是這樣的 Rai 會以生命為主 因為我懶得升職 如果升職的話,血量會更高 因為血量高會有利於命脈 命脈這招 命脈的額外保護會增加更多 我會隨便 暴擊傷害 暴擊傷害和隨便可以回答兩隻 這隻的技能不算高 而且速度也不算高 我只是想要他的被動技 diğer方是… 哪有iamente接著 uldmer 對馬的命脈 然後我們有次要命脈 然後我們的命脈 就算是mr 對馬的命脈 只要有這個命脈 生命之而之類的高一點 因為到時是要靠他不斷反擊 他不斷反擊會射敵人 射敵人之後會幫助自己盟友加一個 多一個叫預見效果 幫到整隊 然後我們俗稱Holder Holder這裡就盡可能速度高一點 331都可以的 應該不太快 不過我要不斷地用他的普攻 用他的普攻幫助人 恢復生命和防護 會令你整隊不死 好 那就 介紹完 試一試 一開始的時候 我絕對建議你們第一個回合 因為敵人是最弱雞的 四波之中第一波是最弱雞的 你趁這個時間 不斷地用命脈去 把他弄高一點 把他弄高一點 額外的防護 我建議弄到芬恩裡 第一次弄到芬恩裡 開頭 第一次弄到芬恩裡 之後就弄到阿姨裡 然後阿姨用一用普攻 阿姨用普攻之後 其中一個自己優勢 又會有預見 那到時候 預見一消失 一被人打中 預見消失 然後阿姨就會有那個挑釁 那現在呢 我會把意志的力量交給芬恩 先交給阿波大姆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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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兩個都有啟發效果 然後波大姆倫 又把啟發效果交給阿姨 開始打之後 就會越來越順 而且要捱過一開始的攻擊 現在呢 我都盡量不用範圍攻擊 因為免得這隻艾芬100會挑釁 現在已經挑釁了 然後呢 在這個時候 因為阿姨有挑釁 我會把命脈交給她 讓她的防禦力更高 讓她不會扣血 與此同時 阿Rai已經出了兩次的命脈 她的血量達到60% 我就不想她跌超過50% 以防萬一 她的被動技會發動 令到她 有個 傷害免疫 那傷害免疫 我想留在很重要的時候 保住她的命 所以我現在的玩法就是 阿Rai每次跌到60%的血 我們就要用其他方法 幫她補血 補上去 然後呢 等她繼續捱命脈 現在就有飛刀也不出 有大絕也不出 然後呢 就是 一路去 我們俗稱叫Spam 即是一路去Spam 那個命脈 那現在呢 阿Aunty的命脈開始高了 但是 你看到阿芬恩也差不多要死 所以呢 趁機會呢 就是 回一回血先 那現在呢 阿Rai又出了兩次命脈 又開始血 血又少了 那我就用阿Hoda 那招大回血 回一回 那現在呢 一路都是在這裡 spam 那個 即是防禁 那個 防禁 那個 命脈 好了 可以轉移回到Aunty 那接著呢 繼續回血 還有一會兒有個大師訓練 中師訓練 可以隨便交給一個人 那現在要留意一下 這個血量呢 應該就現在接近70% 血量 出一次命脈會扣25% 那就很危險 那我就 現在不出任何招 我出普攻 吸血先 吸少少而已 不是太多作用的 那 那 我們 就 開始 做下最高攻擊力的敵人 就是 spy 那隻 你 開始 可以慢慢 去 把那些 buff 慢慢加上去 給其他人物 那 你看到很小心 但是 盡量 不要 發動 Rai 的 傷害免疫 的 避免技 為什麼 一直用 Yoda 用 Rai 自己的普攻吸血 以及Yoda 的 普攻 不斷地回血 還有 Auntie 那招 Auntie 那招 第三招 因為他那招 第三招 回血是 非常 長的 我是很小心 你看到我呢 雖然 你看到 深紫色的 額外防護 不會太長 但是 其實 那個已經是 有很多次的 額外防護 他們就很難死 除非 就算你對著 毀滅機 這裡我不小心 我就是不想發生這件事 就是生害免疫 所以大家就不像我一樣 一邊說話 一邊說話 一邊玩 就不會糟糕 現在剩下這隻 只剩下這隻 可以慢慢打死他 我不想發生的事 已經發生了 沒辦法 現在 一出來 這一波 敵人 每一隻 都會威脅到我 只有這隻 追擊機械人 如果有其他影片看過 我都說過 這招 追擊射擊 如果他有15層進攻的時候 他一出追擊射擊 就算我那個額外防護有多厚 都要馬上被打死 所以 在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是 之前你們記得 我有招飛劍未出的 招飛劍 很有可能 可以留給他 希望飛死他 那麼 在 頭一 二階段 在這裏 領導登月戰 追擊機械人的血量 也不算太高 他應該飛劍一下 飛死 但是如果到了第三階段 和第四階段 就要小心一點 有機會一下飛不死 現在 接近三十萬攻擊力 打死他 然後 就可以 繼續打一些麻煩的敵人 例如 好像B1 B1 B2 B2 是最麻煩的 在整個 領導登月戰 中 你看到我 盡量 避免 去 用 他的回血 技 就是 Aunkey 現在可以放一放炸彈 因為 全部的自己有 都中了 迷戀效果 那 婚姻的招放炸彈 是會解除自己有 的 那個 的 的 這個時候 可以回一回血 給Rai 因為我現在已經發動了一次 的 傷害免疫 那 變成我無後顧之有 但你們玩的時候 最好 買個保險 留下 傷害免疫 不要被他出 好 現在到Holder 出大血 你看到 其實我們那行額外防備 是越來越長 比例 在上面 但其實他 比例又不算長 不算 非常大 但是 好像不太多 格 其實那個加加麻麻 很厲害 真的很硬 如果大家 用一些比較慢的手機 甚至乎 有機會出現一個情況 是 所以大家 就要留意一下 這個時候 我就不再 因為 去到紅色的血 都很拚命 那我現在 慢慢收一收 慢慢讓他普攻 去 讓Rai 先加一點血 然後 讓Holder 幫他回血 引自己 尤達 現在 又有一隻 比較麻煩的 就是 毀滅機 毀滅機 他應該 射不死 我們 但我優先 留招 飛劍 飛到他 飛死了 也是那句 之後 後一點的 一個階段 那個 令到爭奪 戰 是有機會 那隻 是一下子打不死的 就是那隻 滅滅機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這是第一階段 那些血量少一點 就叫做 是一個示範 小小的示範 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人物是有少少扣 但是 影響不算很大 開始 又是時候 阿浩達要出招 大回血 你看到 原本 大家都有 扣少少的 那個 防護 又補滿了 因為 阿浩達的 回血 即是 補弓 和大回血技 兩招都會 回 防護 還有 會 這個 回生命的敵 所以就算 額外防護 也會幫你回復 所以大家可以 放心 亂玩也可以 去到這個階段 除非 那隻有 觸擊機器人 自己留意一下 殺了觸擊機器人 現在這個階段 只有觸擊機器人殺死我們 或者 如果 Auntie 沒了挑釁 如果 其餘的 英雄 英雄 波 和英雄 婚 兩隻 都是 不可以 就算 很厚的防護 也不可以 所以 自己也要留意一下 要想些辦法 令他們 有挑釁 例如 英雄 婚姻 他放炸彈 會令 彈克 弱獸 角色 會 立即 挑釁 也可以 解除 整隊 的 負面 效果 可以 因應 適合 適合 開始 留招 剩下 一隻敵人 可以用普攻 這裏 不斷出 命脈 你看到 我 完全沒有出過 大招 因為 不需要 大招 所以 如果 這個 打法 可以 解除 Ray 很適合 適合 不需要 大招 這裏 這一組的敵人 最難是 卡拉尼將軍 卡拉尼將軍 會令到 機械人形的敵人 每個回合 不能 跌超過 一疊 一疊 層疊 效果 所以 第一件事 飛都飛死 但我估計 飛不死 沒錯 真的飛不死 因為 他是一隻青鷹怪 血量會高一點 不過 也是要死 到這裏 大家想怎樣玩都可以 因為 卡拉尼將軍 死了之後 那隻 機械人形的敵人 已經變成垃圾 這個時候 我也是堅持 不出大招 因為 讓大家知道 其實 不需要用大招 只要用你們 跟著我這個方法 其實 很大部分的任務 都能夠打得過 大家看 看 都沒有流過敵 是Rai 獲命出 命脈 又扣了那支血 那個血 但不是傷害造成的 到這裏 都算好 因為 我這部電腦 都算快 現在有用電腦 模擬器 來玩這個任務 都沒有發覺有疾 但我呢 因為 我本身有幾部電話 其中 一部比較慢的電話 去到 你去到 有十多疊 命脈 那個 額外防護的時候 就會開始 疾 機 所以大家如果用慢的電話 就留意一下 不要說我沒有提醒你們了 因為我一疾機就疾起來也很厲害 大家看到我整個巡迷怎麼用呢 一點都不難玩 我連飛刀都可以省下 就是這樣 絕對絕對不難玩 那 希望這條影片幫到大家 一會兒還有一條影片 那 大家就食物以來